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不知道是 真的因为案子忙 还是有意躲着我们 爸 妈 真是不好意思 让你们为我操心 最近 我还不想回家 为什么呀 顾鸣 顾鸣心里永远都想的是办案 从没有顾及过我跟女儿的改设 艾娜 我们来 不是要逼着你回家 我们是想了解您两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爸 说话 你好意思说说口 顾鸣 您的脑袋 让李提子提了什么事 想当初 人家可是财报中前 伊特大学的高材生 你是财经派出所的一个小秘境 你甜言皮语的 把人家追到手 你派这胸脯给人家保证 以后家务 孩子 你帮了 你管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 家你管了吗 孩子你管了吗 人家为了你 把事业都丢了 人家的前途都毁了 人家有机会 出国去学习 没 没剧成 职生没平上 人家费尽了新学法 新房子刚修好 您就一拍脑袋 让给别人了 这么好的 就是你上位的能够 丢下来的吧 不知有人找 好 找一番所出口 爸 这样 那个我现在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会 一会儿要不这样 等我下班回去 再听您指示 行吗 那个那个 对不起啊 爸 对 行 咱别气坏了啊 卢涛女朋友 卢涛女朋友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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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涛女朋友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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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林娜 卢涛的未婚妻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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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听说过 快 请坐 谢谢 那个 刚到了 见了卢涛了吗 我这几天给他打电话 他根本都没有接 我知道 他肯定又陷入实验室 疯狂状态了 所以我只好自己 先飞过来了 那实在抱歉 我现在带你去见他 没事 没事 卢涛 其实我是先来找您的 找我 有事吗 我想感谢一下您 感谢我 对啊 你给卢涛提供了一个 这么好的平台 让他可以在短时间内 技术就提升了一大减 我当然要感谢您了 别别别 千万别谢我 应该谢谢卢涛 谢谢你 对我们行警队的这种 大力支持 卢涛啊 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你很有眼光 是吗 就是有一点我 我比较好奇 你为什么一定要带他走呢 就所谓 人往高处走嘛 当然了 卢涛在您这儿呢 确实也是有用武之地的 但是我帮他联系的深圳那边的公司 可以给他提供现在国际上最高精尖的课题 最先进的实验室 让他去探索 去攻克 我想 如果您是他 面对比这儿高几十倍的年薪 还有股份 大房子 您应该也会动心吧 您怎么选 能理解 人格有志吗 是吧 你是卢涛的同学 对 不过我是他师姐 比他稍微大一点点 难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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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他聪明 你爱卢涛 有什么地方呢 您刚才说我有眼光 您说对了 爱都不是凭空的吗 他的才能就是他的价值 我爱的呢 也就是他的才气 他有着不可估量的潜能 当然还有了 他对我那么好 什么都听我的 我当然爱他了 明白 你这样子 什么都听我的 说什么都听我们的 都听不懂 我说我 你不懂 我老人 你不明白 我老人 我真是 你不懂 你不懂 我老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造成园 各位今天招呼大家过来 就是有一件事 征求一下各位的意见 就是前不久 我们从大学里面 招进来一个DNA技术室的技术员 卢涛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这小伙子挺有才气的 但是他一个人干活呢 有点辛苦 齐大姐的那年龄呢 也没法跟他一起 没日没夜的这么熬 所以我是把大家叫来 想征求一下各位的意见 你们当中有没有谁愿意 跟卢涛一块 去那个DNA技术室 协助他工作的 刚才忘了说了 最好是比卢涛年纪小 求兵就算了 没关系啊 完全自愿 行 这样吗 给我吃 凯云 你愿意去啊 是 我是去工作的 没别的想法 有什么想法啊 就是工作 什么想法都没有 能把眼镜摘了吗 你平时那个戴隐形眼镜吗 偶尔戴 别偶尔了 以后就就戴隐形眼镜 好不好 好 虽然我们都是技术女警 但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形象看 对 行就这样啊 就去工作了 什么都没有了 谢谢 就这样 明天保重安排一下啊 我说你刚才开这会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你这么做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啊 那卢涛有女朋友啊 人俗话说得好 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 我没说要拆到婚啊 那 我就是给他找一助手 跟他学技术 也算是给局里培养人才了 怎么了 二老顾 卢涛心神不定的 你这么做合适吗 就因为他心神不定 所以我们要把工作做在前面 至少在他的心理天秤上 多一道砝码 你怎么不合适 你 不是 我 陆涛 怎么样了 成了 我不是失败者 真是没看错你 陆涛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我就是饿了 饿了 我 我这儿有车攒面 你是谁啊 我 我是顾知新给你派的助手 我叫贾小云 小云也不敢敲你的门 天天抱着保温筒 在门口炸你了 快快 快趁热吃 对对对 还还缺什么到时候你帮忙啊 好 其他姐咱们咱们 味道还不错啊 有点咸 虾子可以少棒点 好吧 你眼睛多少度啊 温真要干什么 有 不近日 我觉得你戴眼睛挺好看的 吴局 现在尸骨十六个点位的基因型 被卢涛成功地扩增出来了 尸骨的基因型 跟这个被害人父母的基因型 完全符合亲子关系 也就是说 埋在地下五年的尸骨 确凿无疑 就是孙家 这下证据连离完成了 可以重新对张高同报复 顾铭啊 DNA这笔钱花得值 干得漂亮 好 我就说这么多啊 下面让郑伟来说两句 顾约政委 郑老同一样的说爱人家属来了 爸 妈 这位是顾纸队长 这位是钟正委 您好 这次多亏他们了 您好 别 别 别 这干嘛干嘛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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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谢谢您 千万别 千万别 您老要这样 我们真的不好意思了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您不应该谢我们 那个卢涛 你过来 卢涛 叫你呢 我们这案子呀 是请了这么一个大学生过来 他现在不属于我们警队 但是呢 他经过了这种比较艰难的这种过程 终于在城市里面提取到了 我们想要的DNA成分 我觉得案子顺利告破 功劳应该归于他 谢谢 谢谢您 谢谢您 好 小董 送二老 好 谢谢 二老婆 阿姨 阿姨叔叔 这边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来 其实啊 老忠 不光是受罕人家属应该谢谢你 卢涛 其实我们 我们整个支队 都应该谢谢卢涛 来 大家鼓鼓掌 鼓军 坐 坐 坐 您坐 坐 来 坐 坐 我也带了一个好消息 啊 啊 卢涛运用自己首创的技术 实现了陈间尸骨DNA检测的新组组 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官部务局和省平 给我们局发来了贺信 好啊 这完全可以通过有关部门 申请国家专利了 啊 卢涛 看看 来 再鼓鼓掌 怎么样 我们这事还挺有意思的 啊 在这儿是不是还挺有价值的 我还是都不好意思了 还要跟您说个事呢 你说 别不好意思 正好吴局也在这儿 就是 我女朋友等我好几天了 我得跟她去深圳了 什么路走啊 明天 真想好了 还没想好呢 但是我 我真离不开娜娜 行 我知道了 我来啊 就想告诉你 那个陈旧事故案的DNA 完全提取出来了 对了 还有一件事去谅了 顾明啊 让我今天晚上约你 说到你们那新家去看看去 他还有话要跟你谈谈 还有什么好谈的呢 谁还不了解谁呢 再说你觉得我 还会住回那间房子吗 那别这么说 你们夫妻十几年 感情还是很深的 全班法定也不够客观 你这样 跟她好好聊聊 听她怎么说 给她个机会 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亲爱的 我早就知道 你一定会成功的 祝贺你 谢谢 等你到了深圳那边呢 我们出去玩就方便多了 你看我们可以去 去奥地利亚 丹麦呀 法医瑞呀 还可以去澳大利亚 奶奶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你看这个 澳大利亚 昆士兰七日精粹之旅 这不错 奶奶跟你商量一下 你能不能让我 这儿再多待几天 为什么 你知不知道 深圳那边早就等不及了 好 好 乖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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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爱我吗 我当然爱了 你到现在还在怀疑这一点吗 傻瓜 是 就是那天 你跟顾知谈话 我正好听见了 我听见你说 你说你爱我的才气 我就是想问一下 如果说我没有钱 也没有大房子 你还会爱我吗 卢涛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 我在乎的就是你的钱 你觉得我拿你当赚钱工具了是吗 到今天你还不相信我对你的爱 你竟然能说出这种话 你这是对我的侮辱你知道吗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好了不说了 我知道 我知道 他们对你不错 要离开他们你心里不得劲 可是我也是为你好啊 我一直都是为你着想的 反正我是不会留在这个地方的 好 如涛啊 顾知本来想来看你 但是她今天有个特殊任务 实在来不了了 特意派了我们几个 来送送你 也谢谢您啊 不客气 不客气 小卢师傅 其实最舍不得你的就是我们 这段时间 你教了我们好多东西啊 是啊 卢涛师傅 谢谢你 祝你以后 在深圳工作顺利 有时间回来看看我们 是 一定 我们一定会多回来的 以后我们事业有成了 这怎么着也算是一锦还乡吧 对吧 对 一锦还乡 是 是 中生委 替我跟顾知说什么 对不起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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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知不会在意的 对吧 那个车等我们了 我们先走吧 陆涛 其实顾知并不是不能来 是她不想来 她不想亲眼见你走 那涛 涛涛 其实啊 我们家涛涛心里都是有大家的 只不过呢 她不善于表达 陆涛 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 自己说句话 我们家陆涛怎么不是男人了 她只是不太会说话罢了 那你想过她要什么吗 哎呀 秋冰 你这是干吗呀 涛涛 你看这帮人都什么呀 陆涛其实根本就不想走 那是人家两个人的事 我们也不能强求啊 真的觉得 这种地方 没有什么好多人的 你想想 我帮你联系的深圳那边的公司 发展前景多好啊 不管是实验室规格 还是生活条件 跟这儿 都不能同学而已啊 我觉得到那儿去 你跟这帮货警察会有意思多了 去去去去 哎 你刚才说什么 说什么了 怎么了 你再说一遍 破警察 我说怎么了 在这儿我不高兴了 一百零三天 我当了一百零三天的警察了吗 警察怎么了 啊 是谁把自己的房子 让给我住的 他们给的 是谁跟我说 说我如他 我 我觉得我没有看错你 他们跟我说的 我 我告诉你 我以后不管在哪儿干什么 我都会跟他们说 说我当过警察 我当过一百零三天的警察 我特别地骄傲 我特别地自豪 妈 我跟你说 你可以随便说我 可以的 没关系的 但是你不能侮辱他们 你知道吗 因为 因为我也会不高兴的 你这么喜欢当警察 你就留下呀 师傅 别生气了 有话好好说吗 你 你看 大 大家都看着呢 别生气了 别气了 好 鲁涛 行 你这么喜欢当警察是吧 那你留下 我走 娜娜 姑娘 快 快 快去追吧 快去 快去 人家真生气了 都在那儿 你俩一日啊 你俩一辈子 也俩一辈子 我俩一辈子 你俩一辈子 我俩一辈子 放了 你俩一辈子 你俩一辈子 我俩一辈子 你俩一辈子 在复习功课 还在宾馆 刘灵 回来吧 带着婷婷回来吧 我那天 态度确实很过分 我爸也骂我了 老钟也说我了 我向你承认错误 对不起 其实 卢涛搬走以后 我抽空过来坐过 我看到这房间的壁纸 沙发 窗帘 还有 餐具 甚至洗手间的马桶 我才体会到 你的心思 你的心情 许玲 其实你知道 我很热爱我这份工作 我觉得它让我有价值 破案几乎成了我的生活方式 可是我没想到的是 我对工作的这份热爱 更对你和对这个家的爱 起了这么大的冲突 让你这么受伤害 所以 我内心很愧疚 雪凉 我真诚地说句对不起 你说了这么多 我相信都是你 真心要说的话 但是我只听明白了 一个意思就是 你 爱你的工作 你 对不起我 其实 其实以前我 年轻的时候 也想过 也想过做一名 事业女性 也想过 能够 能够做一名 被人尊敬 被人敬仰的外科大夫 但是后来呢 随着我的阅历的增长呢 我发现 我发现我开始接受 女人的归宿是家庭这句话 看来我是一个传统的女性 所以 我会做出让步 当我的梦想和你的追求 你的抱负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会让步 我会去镇守一切 我会来包容一切 但是 其实我也是 有奢求的 就像你刚才说的 你看到的 家里的壁纸啊 沙发啊 餐具啊 窗帘啊 包括卫生间的 马桶 这些我都可以自己弄好 但是我是希望 能够跟你一起来使用的 但是现在看来 这也是一种奢望 我理解 刘亮 我理解 不 你了解 你不理解 我爱这个家庭 我爱你 我爱婷婷 只是我 我相信你爱 但是不够 因为你更爱你的工作 其实我曾经一度想过 我可以 我可以用 用牺牲和包容 来平衡这一切的 但是我发现我错了 能够内心真正地做到包容 和平衡 这太不容易了 就像你刚才说的 就像你的工作 能够让你在 办理那么多的案件当中 抽出时间 来完完全全地 体会我的感受 这不可能 沙亮 我改行吗 不 我改 我以后争取工作和家庭两步 行吗 你别 你不用改 你并没有错 你热爱工作 这有错吗 没错 就像我热爱家庭一样 有错吗 没有错 所以我想 所以我想好了 大家都给地方一个月的时间 好好地想一想 好好地想一想 如果说我 我真的想好了的话 我可以准备包容给你接受这一切 但如果说我 我想不好的话 我可能就会带着这个离开 就一个月 好吗 对不起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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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对不起 没有 好 一个月又以后见 好 你多喝啊 来 咱换点皮 来 董涛啊 我代表部门啊 能为你暂时能留下来的 好 谢谢你 同时啊 也为你那句话 当一百年三天警察感到自豪 谢谢你 好 来 咱们一起来 来 来 我也谢谢你们 真的 反正就是想跟你们在一起 也不管多长时间吧 我挺吃足的 知道 师傅 你能留下来真好 我还以为没机会当你出手了 就是我们小云 可是真心真意 要跟你学一手了 就在这儿呢 我以为你不过来了 老头 我听说了啊 你又留下来一个月 谢谢 其实啊 这一个月也不是她自己的决定啊 是她女朋友 给她的一个月期限 等一个月期限结束后 会怎么样呢 行了 行了 没合同啊 一个月期限 对 她说得对 我是挺没用的 不能自己给自己做出 胡涛 甭管谁给谁一个月期限 也甭管谁是愿意还是不愿意留下来 都无所谓 咱这一个月 好好干 来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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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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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者是两口子 男的叫陈建飞 女的叫苏秀娟 同胚三十二岁 经过进一步勘察 发现两具尸体 被烧成了焦炭灯 女的身上呢 有多处的刀伤 男的没有发现刀伤和硬物伤 在现场 发现了汽油的成分 向往队员根据伙设计 觉得应该是汽油阻拦 初步判断是一起杀人纵组案 齐大姐 把现在的情况说下吧 我们勘察发现 女的头部被砍了三刀 背部被砍了十六刀 双臂有抵抗伤 证明案发时现场有搏斗 男的身上看不出任何伤口 顾铭 说说你们的判断 案犯 事先选择凶器 携带助燃剂 杀人纵火是有备而来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 从因素路上 首先要确定 磨牌条件和范围 那为什么男尸的身上 没有刀痕呢 按常规说 犯罪分子进入现场之后 首先应该从男人下手 有没有这种可能 两口打架 然后男的激愤之下 把你们杀了 然后点火分尸 有这种可能 但我想提一问题 凶器在哪儿 现场没有发现凶器 再仔细想一想 会不会是家里的菜刀 死者家里的菜刀 我们已经找到了 上面没有发现 任何砍人的痕迹 不是菜刀 更说明案犯有被而来 从烧焦的创口看 像是一把有重量的刃器 可能是斧头之类的东西 总之吧 是一把特殊的刀 而且不在现场 如果是杀气自焚 那么凶器必然会丢在现场 不可能转移 难道一场大火 就把所有痕迹都烧没了 所以齐大姐 下面就看你们技术工程的吧 我们会全力以赴的 总之啊 一案两案 我已经把案子 上包市委市政府了 市里领导要求我们 尽快地破坏 大家辛苦了啊 怎么样 发现什么有用的了吗 我们一开始把瓦力和灰烬 放到塞子里塞 试图呢 想把有用的物体残骸留下来 忙活了大半天 我们只找到被烧的手机 被烧的衣服残片 还有钥匙 还有鞋底 其他有价值的一个都没找到 后来我们把可疑物放在布袋里 端到水池旁都进行了浇洗 捞出来一看都是些金属原件 比方说电视机上的手机上的 还有金箱链啊 金箱链 嗯 那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现金 被烧了以后那个 那个防卫条 那个是烧不掉的 如果你们发现这个 再加上金箱链 那就说明 这凶手不是为财而来的 有可能是报复杀人 没发现有什么方向 反正从我们找到东西来看 这凶手杀人不是为了财 咱们来得又是个麻烦的案子 都饿了吧 先添补一口 一会儿喝饭就到 好 渴死我 给我来瓶水啊 好 来瓶水 没有鞋印 没有指纹 没有血迹 也没有找到凶器 更不可能找到 跟凶手相关的毛发纤维什么的 因为全都烧光了 还有 那个路段 只有两个摄像头 根本没有 查到有价值的图像 受害人生前有没有什么仇人 我们筛查了一遍 没发现什么仇人 两口的人缘还挺好 那就说 我们在现场什么都没搞到 吴局 这样 我们下一步打算 再对现场进行复刊 再细化一下木牌方案 争取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 你们回去之后啊 告诉大家 案子刚刚开始 都别着急 别看现在目前难吃碳话 难以遍人伤害 但是并不代表今后不能遍人 但是要特别提醒你们的是什么 除了加强对中心现场的复刊以外 特别要注意对外围现场的搜索 好 好 这个是在案发现场不远处的一个排水沟里找到的 已经试过了 分别是受害人家的大门和防门钥匙 受害人不可能把自家钥匙随便丢啊 受害人不可能把自家钥匙随便丢啊 那就是凶手案发后丢弃的 这个发现很重要 陈志 我这也有听他讲 这是在案发现场的院堂下 发得出来的 一只新的拖鞋 非常可以 就这一只吗 我们又去了现场 到处都翻遍了 没有找到另外一只 好 好 顾队 你看在这个位置 有明显的两个雪地 残兜率大小 看见了吗 这血会是谁的 受害人的 还是凶手的 如果是凶手的 那就好办了 一旦划清重点嫌疑人 我们就可以分别采写 进行D.I.A.A.比对 到时候凶手 想跑都跑不掉了 这拖鞋呢 给受害人的脖子都变了 他们说 在陈建飞的家里 没见过这只拖鞋 不知 结果出来了 拖鞋上的确是 受害人苏秀娟的血 苏秀娟的血 对